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特,他是莫斯格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精算师的工作 一直以来虽然我们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精算师这个主题 时不时也会提到一些精算师工作相关的东西 可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和大家分享一下 精算师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怎么能呢 所以就有了今天的视频,会和大家分享精算师的工作 然后评论区大家好奇的那些关于精算师工作的问题 我们也会抽几题来回答大家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精算师算是一个风险管理的职位嘛 只要有涉及风险就会需要精算师 保险业尤其需要精算师 比如讲莫斯格现在就是胜出保险行业嘛 所以今天分享的内容也会着重在这个方面 今天的内容可能会有点硬核 如果你不喜欢听这种工作分享之类的影片的话 全力离开 可是今天的内容也很实用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 之前我们有提到精算师算是保险公司的一个后勤职位 可是其实在保险公司里面需要精算师的部门不止一个 那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 精算师在保险公司里面都是干什么的呢 精算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是定价 Pricing 还有评估 Valuation 定价最主要包括的范围有 一开始的产品设计 建模型来预测保费 定价 然后需要总精算师的批准和监管局的批准 最后产品的上限 再加上一些收购服务 收购服务也需要你们做啊 收购服务不是说处理每一个个别的案子 是比较复杂的案子才会咨询精算师这样 评估的话就包括 比如保险公司会一直需要发赔偿金 那保险公司需要留多少储备金来安排这些理赔 就是需要精算师来计算 这个期间我们也会收集数据嘛 所以也会用模型来分析这些经验 然后也需要负责公司的一些资产负债匹配 还有其他的规划 比如股票分红啊 再保规划 还有再设计一些新的产品等等 嗯 下一题 这题蛮多小伙伴在评论区里面问到的 因为大家可能对精算觉得 诶好像蛮有兴趣 可是不知道这个精算市场的饱和程度到哪里了 其实之前在单身学顾问的时候 就已经会有同学关心这个精算界的生态了 大家会发现身边好像越来越多人开始念精算了 那如果我真的进入这一行的话 会有我的一席之地吗 这题就由我来回答吧 因为我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 没有错 现在的确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对精算有兴趣 越来越多人的本科会选择精算 所以有很多精算学生吗 这个在蛮大程度上加大了那些入门级工作的竞争 可是真正有持续考执照的人其实并没有很多 所以你越坚持的话到后面的竞争就会越小 有一个数据我觉得蛮有趣的 是在2017年英国精算师协会统计的 全世界大概有7万的合格精算师 可是相比较合格的会计师和律师都个别有500万人 这个的话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本来就需要比较多会计师和律师 精算师的圈子本来就比较小 所以合格人数当然会比较少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调查有反映出这两个行业的竞争程度 所以大家是觉得精算行业的竞争比较大呢 还是会计或者法律行业的竞争比较大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哦 接下来也是一提小伙伴的留言 我直接念一下好了 请问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你是如何在英国找到工作的吗 其实我觉得可以问你觉得在英国找工作难 其实最难的是刚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竞争特别大 因为一大群毕业生要抢有限的工作 可是还是可以有对策啊 如果你在念本科的时候就已经有实习的经验 那你的气候点就比别人高一点 非常推荐你们在大学的时候要积极找实习 帮助会很大 当你做了几年工作认识的人多了 精算的圈子算是蛮小的 到时候你想要跳槽的难度 应该会比毕业生找工作蛮容易很多 哦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MOSK的学类史 其实找实习也是要花很多心思的 MOSK那时候就是被十多家公司拒绝过 才成功找到他的实习工作 然后正式的工作面试你是被拒绝几次啊 零次啊 因为毕业了就直接回去实习的公司上班了 哦 那真的非常需要实习耶 反正你被拒绝的时候就是一直试一直试啊 不要放弃就对了 那接下来英国近两年有推出那个毕业签证嘛 以前是没有的 你觉得这个毕业签证对国际学生留在英国找工作有帮助吗 新的签证制度当然很有帮助啊 就少了很多时间的压力 在没有这个制度之前 我们在毕业之前就要很积极的到处去面试 因为毕业后你最多只能待两到三个月 如果你在这两三个月里面没有找到工作的话 那就没有公司可以继续赞助你的签证 你就只能回家 现在有新的签证的话是多两年 而且以前我们和本地学生相比的话会比较没有优势 因为公司要赞助我们的签证是需要另外给政府一笔手续费的 所以公司就会觉得 如果你的能力和本地的学生一样的话 那为什么我要多花这个钱 如果我真的需要多花这些钱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请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员工 心酸心酸 那之前你有讲过越符合公司要求的人 被入学的机会越高吗 怎么样才可以算有符合公司对你的要求啊 之前提过的成绩要求至少是2-1 也要有一定的英语能力 这次我们就直接来看看招聘骑士的例子嘛 比如这家Boltun所席也是一家猎人头公司 他想要找毕业精算分析师 可以看这里第一项本科成绩要求是2-1或者1-1以上 第二项是A-Levels的成绩要求 不是每一家公司都需要看A-Levels的成绩 可是这家公司要求的是AAA 然后至少要会用Excel 如果你会以其他这些VBA之类的软件就会更有优势 公司还有要求你一定要再考着执照或者准备要考 所以说公司也不会觉得你没有要考试就是在帮他们申请 他们要的是有上进心的员工 最后他们要求你本身就要有签证 他没有负责赞助 所以说那个新的毕业签证制度帮助就很大 因为政府可以赞助你2年 好了 现在是一个小彩蛋 其实英国政府一直都有列出一个高需求工作列表的 如果你念的专业是有被囊括在这个列表里面的话 你的机会就会更大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我申请的时候 精算是没有在这个列表里面的 可是去年又被加进去了 可能是开始短缺了 里面还有各种的工程师 还有IT 建筑师 网站设计师 音乐家 厨师也有在里面 好 最后这个也是小伙伴留下的问题 上次我们提到全世界有好几个权威精算师协会嘛 根据你的所在地不同 可能你选择的精算师协会也不一样 那就有小伙伴问啦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美国的精算师协会 可是我最近打算到英国工作 那我的美国执照还可以继续用吗 需要重新考英国精算师协会的执照吗 其实精算师协会是互相承认的 换句话说如果你已经有美国的执照 然后你想来英国工作的话 是不需要另外考执照 互相承认的精算师协会包括 欧洲 澳洲 印度 南非 加拿大 美国 日本 以色列 好 那我们这次的分享就差不多先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相关问题 还是有对哪里不明白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啦 我们是非常热衷和大家交流的 那我们就下一次见了 拜拜